99 指挥中心也放宽了匡列区隔标准 从一人仪式改成卫浴设备在清销之后可以共用 另外同住者如果都被匡列也可以一起隔离 但是指挥中心他们也表示 未来单日增加1500例确诊者 可能还会再放宽确诊者在家隔离 也有医师预估可能最快在两个月内就会飙到千里 本土确诊又创新高 最新统计本土轻症或无症状患者 共有2056例 居检措施也放宽 匡列区隔者若厕所预示每次使用后都能清销 可和同住者共用 若同户居住者全都被匡列可以同户居隔 但境外移入不适用 位于设备的部分来讲是我们一个担忧的方向 居家的清销到底是不是能够弱 在同住的家人能够因此不被感染 会有所困难 居隔放宽都有风险 但指挥官宣誓中5号提出 若单日新增1500例确诊 可能请动轻症在家隔离 正在黄立民认为 每天百例状况会维持一段时间 随着传播链更加复杂 随时可能出现单日千例 轻症在家隔离 两三个月就会看到 新冠病毒我们要注意 一开始你看起来是轻症 但是它平均在发病 7天左右 有的人就会产生重症 有时候会措手不及 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点出 每个群职确诊数小于100人 可以到达重症清零结果 但想要启动轻症在家 必须观察重症死亡率 家中有未完整接住者 不宜居家隔离 医师江冠宇也表示 大多数家庭没有两户以上房子 一户也未必有 两个以上的厕所可用 所以轻症居家自我照顾 一人一户是不可能的 陈时中也透露 一旦社会量能无法承担 整体会画上会朝向简化疫调 科技防疫及快筛取代PCR 等四大方向来实施 但有网红护理师大酸陈时中 妈祖绕境不用停 学生确诊全校停课 还标注你家陈时中 佛系防疫 引发其他网友跟着讽刺 年底选举很正常 记者周天姐洋葱燕西红如草照员 台北采访过的